去年的卡塔尔世界杯中 摩洛哥队作为黑马 一路闯进四强 虽然最终遗憾落败于克罗地亚 获得第四名 但也已经创造了非洲球队的历史最佳战绩 这个位于非洲西北角的神秘国度 有着举世闻名的蓝色小镇 旅游业发达 但也属于阿拉伯国家 被称为北非的后花园 最为出名的是 卡萨布兰卡 千年马拉喀什 撒哈拉沙木 有人说这里身在非洲 却不像非洲 不是欧洲 却近死欧洲 是阿拉伯国家 又不同于其他阿拉伯国家 其实这里还有着悠久历史文化和实力雄厚的 隐形富豪王室 现在的摩洛哥王室实际是阿拉维王朝 它最初建立于1631年 现任国王穆罕默德六世是第二十二位君主 还有一位许多人心中的最美王妃 拉拉萨尔玛 自2017年起 萨尔玛就鲜少出现在公众视线中 但他的美始终令人难以忘怀 高挑舒展的身材体态 茂密的红色长卷发 端装大气的面容 他极具古典气质 抑郁风情与维严感 好似从油画与史书中走出的人物 在王室时尚偶像中美的独树一致 萨尔玛1978年出生在摩洛哥古城飞死 他少女时代的名字为萨尔玛贝纳尼 父母是一名教士 母亲在他三岁时就去世了 他有一个妹妹 两姐妹从小被外祖母养大 后来萨尔玛去首都拉巴特上学 大学读的是P专业 毕业后进入人物集团做信息工程师 这个集团也是摩洛哥王室所拥有的 学习成绩一直不错的萨尔玛 在工作中同样表现出色 他所参与开发了一套自动化信息管理系统 大大帮助公司提高效率 节省了开支 1999年一次私人聚会上 穆罕默德六世对萨尔玛一见钟情 摩洛哥属于阿拉伯国家 可以一夫多妻 历代国王都有多个妻子 穆罕默德是王储 以后也会有多位妻子 这是萨尔玛不能容忍的 萨尔玛拒绝了穆罕默德 但穆罕默德并没有放弃 他认定了萨尔玛 非他不娶 为了让萨尔玛接受他 穆罕默德废除了一夫多妻子 为他修改法律 打破传统 真爱无疑 摩洛哥是阿拉伯国家 王室以往的惯例和传统 国王妻子的信息不会对外公布 不会有任何头衔 无名无分 沉浸在爱情之中的穆罕默德 为了心爱的妻子在结婚前夕 向公众宣布 他将和萨尔玛结婚 并公布了萨尔玛的身份信息 还将萨尔玛的照片 登在了报纸上 随后穆罕默德按照传统惯例 在自己 到王宫内举行了一场小范围的婚礼 之后 又在王宫外举行了一场盛况空前的 新婚庆典 婚礼庆典上 萨尔玛被册封为 拉拉萨尔玛公主 萨尔玛和穆罕默德婚后在 外人看来是安爱且幸福的 无论是萨尔玛一个人 还是和丈夫一起出现在公众面前时 他脸上总是挂着灿烂而幸福的笑容 萨尔玛婚后 生下了一儿一女 儿子被封为王主 女儿封为公主 萨尔玛就如童话中的公主一样 幸福而完美 然而现实不是童话 故事的结局往往出人意料 婚后萨尔玛投身于外交 慈善 王室财力 华福珠宝令他的美丽愈发夺目 而他的魅力也令世人得以看到 诸多赏心悦目的时尚瞬间 萨尔玛的气质仿佛注定是 为雍容华贵与明艳动人而生 坠满手工刺绣 朱式的长袍加身 以中公珠宝腰带勾勒身形 所有存在于想象中的 抑郁风情都有了鲜活的诠释 对于常人来说 华丽到无法驾驭的中公珠宝 他戴上身却都是恰到好处 童话故事的结尾都是美好的 但现实却不一定 这样一位美貌又传奇的王妃 现在竟然神秘失踪 从2017年底开始 就再也没有出现在媒体镜头中了 2019年 摩洛格王室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 终于提到了萨尔玛 不过生活变了 从国王的妻子变为前妻 有人说是因为这位王妃 与国王的姐妹有矛盾 也有人说因国王身体不好 王储也比较小 国王弟弟势力在国内较为强大 为了保护萨尔玛王妃才与之离婚 不管什么原因 现在在美国的萨尔玛王妃 过得非常开心 儿女有空了 也与她一起度假 逛街 又是在美国 美国真是适合任何人的国家 你们说呢 我鱼的咱们地点下 乱们去骑来 电阻 电阻 电阻